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是这具身体记忆里最后吃下的东西 好像是丹药 这味道 看来这丹药应该是过急废丹 难怪吃了会要人命 等等 我现在好像是一个附加少爷 莫非我终于开始走大运了 依照这种套路 这个时候我应该有外挂才对啊 喂 金手指 在吗 或者系统 你在不在 给个回应啊 我在 果然如此 快说 你是什么系统 开局无敌系统 开始匹配 快点 配对失败 等等 失败 鉴于宿主前生今世都是去世于食物中毒 特意给宿主匹配时间调节系统 呃 时间调节系统 时间调节系统初级阶段开启 宿主现在可以调节世间万物前后五年内的时间状态 呃 时间状态 什么意思啊 例如 宿主可以通过系统改变过期食物的保质期 使食物新鲜如初 什么 改变食物的保质期 这系统也太软了吧 更多功能 请自行探索 再见 不是吧 就这样 太坑了吧 唉 算了 油总比没有强 既然能调节万物 哼 先试试看 系统 把这枚丹药调回到五年前 这就是 时间调节系统 成功了 这四亿的丹药芳香 绝对没问题 根据我的记忆 这些丹药能大幅提升修为 趁着新鲜 吃了再说 真的有用呢 我能感觉到 有股气息往丹田涌来 快要突破的样子 好像差了点 一枚丹药的灵力不够啊 系统 丹药状态 调回五年前 继续服用 三民一起来 五妹丹药全部吃完了 还是不行 我这身体的修行天赋 竟然如此之低 有点糟糕啊 从记忆来看 我的父母都是 王侯敬的大修行者 但已失踪多年 现在陈府当家的是 我的姐姐陈素颜 不过和我并无血缘关系 是我父母收的养女 陈素颜本想让陈岛成年后 接手家主之位 但因为陈岛一直无法修行 陈府有些人就想夺走 其继承权 难怪为了突破修行禁锢 竟然乱吃药吃掉了性命 哥儿几个 我突破那气境第七层了 十七岁就到第七层 放眼整个陈府 都是天资卓越啊 七层 这也太快了吧 那气境 开启修为后的真正气垫 要达到这一境界 需要基础呼吸法打好基础 那功法我也一直在苦练 可为何就是无法开启修为 十七岁到了七层 陈岛 你有希望进入皇武学院啊 不过 我全身练了十年也没结过 那系统说能调节万物 不知道能不能调节一下 这功法的进度 好 去试一下 那不是陈少主吗 他是什么 他不会是也想进皇武学院吧 他从小到大浪费了多少家族资源 却连修为都没开启 你们认为有可能吗 说得也是啊 好了 此事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同意 素颜 师父和师娘失踪后 陈岛师弟不适合修行 让出皇武学院的名额 有何不妥 陈家是师父和师娘创立 他们就算失踪 这陈家一切也归陈岛所有 你们有什么资格拿走名额 而且陈兴远 你和我一样 都是师父师母收养的孤儿 要不是师父师母 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你竟敢说出那样的话 你 苏颜 不是我们非要剥夺少府主的名额 实在是他自己不争气呀 就是 陈岛这么多年浪费了堆积如山的资源 还是没开启修为 给他皇武学院的名额 就是浪费 好了 就在这里试吧 气头 将我修炼尘世呼吸法的修炼时间 调到五年后 真的可以 这 太奇妙了 脑海中瞬间多了许多对基础呼吸法的理解 成功了 我终于顺利突破到那气境了 有了这个系统 就算我现在资质很差 但是时间可以弥补一切 今日似乎会有一场大戏在陈家上演 这也是前身病急乱投医 最后却因为吃了肺丹药而死的原因 如今我可不能错过了 我知道 自从师父和师娘失踪之后 一直就有人在我背后蠢蠢欲动搞小动作 尤其是你陈兴远 你拿走陈岛的名额 不就是为了给你未婚妻柳婷儿吗 胡说八道 陈苏妍 我也明确告知你 陈家不是你一人说了算 我们这么做 是为了陈家整体利益 今日之事 要怪就怪陈党无修行天赋 无法开启修为 谁说我为开启修为 谁说我为开启修为 陈党 看来 我来得正是时候 陈党 你怎么过来了 苏妍师姐 我听说你们在议事 就过来看看 这里没你的事 你先回去吧 师姐会处理好一切 慢着 陈党师弟既然来了 就一起谈谈今天的事情吧 你说好吗 好啊 那就谈谈 陈兴远 刚才你最大声 你先说 陈党师弟 等一下 现在是在大殿议事 叫我少府主 陈党今天怎么了 和平常唯唯唯唯的表现 很不一样 谈什么 说吧 少府主 既然这样 我就明说了 因为你至今未开启修为 大家提议让你放弃 皇巫学院的名额 由陈家更杰出的弟子 去皇巫学院学习 你说说看 名额给哪位结出的弟子 我们觉得柳婷儿就不错 婷儿年纪轻轻 修为已经是陈家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了 柳婷儿是你未婚妻 当然不错 陈兴远 你真是不要脸 你 姐 她这哪里是不要脸 她明明就是臭不要脸 不管怎样 柳婷儿早在五年前就开启修为 不是少府主你能比的 是吗 陈兴远 皇巢之所以给陈家一位免世名额 是为了奖励陈家对皇巢的共享 而这个奖励 是给陈家的直系后人 柳婷儿一个外星之人 何德可能 外星之人怎么了 他竟然入了陈家 就是陈家的人 如果他进入皇巢学院 日后对陈家的贡献 绝对比你这个终生 不能开启修为的少府主强 陈兴远 你 少府主 自从府主和府主夫人失踪后 陈家没落已成定局 陈家需要后起之秀 希望少府主能为陈家着想 就是 少府主要以大局为重 不让又如何 你们一个个欺负陈党算什么 有本事冲着我来 陈苏妍 你已经考入玄武学院 还能在陈家待到几时 而且这事怨不得别人 少府主不能开启修为 占有名额就是浪费 谁说我不能开启修为 你要是能开启修为 我这臣子倒过来写 那你就瞧好了 少府主 开启修为了 师弟 你 你真的开启修为了 姐 是真的 太好了 这么多年 你终于成功了 姐 放心吧 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相信你 对了 东尔兴远 你还有何话说 你叫我什么 臣子倒过来写 不就是东尔 你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不配姓陈 哼 少府主这些年修行不怎么样 嘴皮子倒是长进不少 陈兴远 你当真以为我会认你欺负师弟 我有说错吗 大家都明白 他就是个废物 陈兴远一掌就被击退了 陈素颜不愧是龙陵帝国都出名的天之娇女啊 这陈素颜确实咬你 修为竟又提升了一大劫 诸位长老 陈党已经开启修为 你们如何说 既然少府主已经开启修为 我支持少府主前往皇武学院 不错 我也同意 我觉得还是不妥 少府主就算能修行 但日后的修行速度恐怕极为缓慢 所以 我倒是有一个折中的办法 那就是 让柳亭儿挑战少府主 胜利者 获得皇武学院的名额 少府主 按照我们陈家的规矩 有同辈弟子挑战 你不得拒绝 我不同意 姐 这件事总归要解决 让我来处理吧 陈党 我可以答应柳亭儿的挑战 不过 什么时间决斗 由我定 可以 但距离皇武学院开学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挑战 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 可以 看他这一个月修为能怎么提升 走着瞧 就是啊 我看少府主就是太年轻了 真是 陈党 你这样做太冒失了 陈兴远明显是故意激你 姐 你放心 我有信心战胜柳亭儿 我既然已经开启修为 就不会再让你失望的 那行 我相信你 姐 陈家的没落 至少让我们看清了很多人的嘴脸 现在没有什么 比提升实力更重要 所以从即日起 我要抓紧修炼了 陈党 你能这么说 我也就放心了 现在我已经开启修为了 先找一些功法练习 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行 看来 这边的功法还真不少啊 啊 少主 大家各自散去吧 我随便看看 你们对陈党这么客气干嘛 少主开启修为了 我们当然要客气点啊 你们太高看他了 以他的资质 开启修为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的进展 哼 说得也是 堆了这么多弹药 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启修为 资质太低 起步太晚 哪有作为 流星拳 这功法已速度渐长 简单易学 正适合现在的我 这边没人 试试看 系统 流星拳的修炼时间 调回五年后 我且挺难的 好 哪有 我 全部都删不成 最后 借过 谁 靠 speakers 对 我们目前为止 大石 也不成功 弦弦 调回五年后 天行指 调回五年后 你们看 陈狗在那干嘛 这么多功法书籍 难道 他都想练习吗 怎么可能 那些功法随便练习一步 都需要两三年才能小成 这么多 太夸张了 就是啊 这一上午他看的功法书籍 已经快三十多本了 哎 贪多嚼不烂 少主有点急功近利了 不知不觉已经看了一整天 今天就到这儿吧 藏书阁厉害的功法 都被我练习过了 可惜高阶功法太少了 站住 陈月 陈导 你给我过来一下 你是在叫我 不错 我让你过来 你就得乖乖照做 你敢打我 我是少主 你算什么东西 就我站住 给本少主道歉 我叫少主有事 道歉 你 快点给我道歉 可恶 是我无礼了 给少主道歉 既然修为已开 我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任人欺辱 很好 现在可以说事了 今天藏书阁有我之事 少主把藏书阁弄得如此杂乱 按照规矩 需收拾整齐才能离开 你给我讲规矩 你给我讲规矩 这藏书阁都是我家的 讲个屁的规矩 你 你什么 你 我夫妻 唉 我给你个机会 少主什么意思 哼 你是不是眼神的皇武学院的名额 只要你能赢我 我就把名额让给你 当真 唉 出手吧 少主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只要你能赢我 我就把皇武学院的名额让给你 少主 这可是你自己找你 废话少说 出手吧 那就让你看看 我刚炼成入门镜的果云泉 果云泉 什么 没听说少主有练过火云泉啊 我记起来了 上午他有看过火云泉的功法 这不可能 你肯定之前修炼过火云泉 不服气的话 你们这几个都可以上 走啊 好 我来 疾风腿 疾风腿我也会 什么 他还练了疾风腿 而且也是小城镜 看 微虎拳 又是小城镜 少主怎么会这么多的功法 莫非少主一招领悟 成了逆天骄子 你们服了吗 服了 少主 服了 你们呢 少主 我们心不口服 少主 微虎 少主 微虎 岳阁 我们也走吧 走 老爷 夫人 这么多年 少爷终于开始展露头角了 如果你们知道 想必一定很欣慰吧 陈家现在危机四伏 我必须与雷霆手段 才能凝聚人心 力挽狂澜 少主 嗯 管家 什么事 少主 刚才岳武郡主给您送丹药来了 丹药 难道 果然 与我前身吃的丹药一样 都有一股嗦味 岳武郡主说 这是最新炼制的宝元丹 有提气凝神的作用 哦 又拿过气的丹药来骗我 这岳武郡主不是好人呢 行 我收下了 替我多谢郡主 道云下 怎么了 少主 你还没给钱吧 你去跟岳武郡主说 本少主最近急需各类丹药 让他再多送点过来 到时 我自会与他结算 是 到时 我要好好和他算算就账 系统 丹药时间向回调节五年 啊 只有三枚丹药成功了 看来其他丹药的过期时间太长 回调五年也没有 算了 先吞服这些好的丹药 吸收完再说 没想到这 这三枚丹药如此神奇 竟然让我境界一下子提升了九层 只差一线就突破到纳元境了 看来 有多弄些丹药才行 陈导 啊 姐 你来了 藏书阁的事情 我听说了 过来看看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就陈约那种货色 再来几颗也伤不了我 啊 你的气息雄厚了很多 难道修位又增加了 姐 我现在的境界 是纳七境九层了 什么 纳七境九层 你没骗我 让我看看 确实没错 是纳七境九层 没想到你开始修炼后 进度这么快 不愧是师父和师娘的儿子 你绝对是天才 我这叫厚姬薄发 本来师姐不太看好你和柳婷儿的比试 现在放心多了 来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丹药 加紧修炼吧 姐 我现在不需要 我有丹药来源 你有什么来源 现在陈兴远 已经封锁了钱库 根本不会让你动用陈家的钱物 姐 你把丹药多给我 你自己修炼怎么办 我是你师姐 照顾你是应该的 不因为我操心 陈导 接下来你要加紧修炼 然后突破那圆境 突破需要的园灵之物 我会替你准备好 园灵之物 嗯 我查阅过了 与你最配的园灵之物 便是园灵石 所以这几天 我会离开陈家 去园灵山 替你寻找上等园灵石 园灵山 姐 园灵山中凶兽遍地 太危险 不要去了 没事 你师姐我 可不是普通修士 姐 我给你的那颗丹药剂的服用 等着我回来 可恶 素颜 别逞强了 你现在面对的是整个园灵山最强的凶手 真不凶 有他在 你今天是不可能取得那园灵石的 二皇子 你身份尊贵 千里迢迢来此 就只是为了说这些吗 那我就直说了 素颜 我需要一个未婚妻 增加在我父皇心中的分量 这关我合适 素颜 作为近几百年来最杰出的天骄 你做我未婚妻最合适了 这绝不可能 素颜 只要你答应做我未婚妻 我立刻就帮你取得那园灵石 而且我皇子身份加你才貌双全 你我结合是相得一张两全其美啊 你不用再说了 我是不会答应的 是吗 看样子那猙獰兽要准备吸收园灵石了 你时间不多了 不好 天女燕 不愧是陈素颜 这种神话再现版的天赋 我还是第一次看的 我还是第一次看的 不错 若有此女辅助 王子于后谋世人将十分之一 是算功倍 不护天意啊 看来对他我要费点心思才行啊 聂处 快快让开 否则我让你魂飞魄散 哼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天女燕 镇压 这争獰兽 好像他激发血脉 什么 神皇血脉 这争獰兽如果觉醒的是神皇血脉 那陈素颜就危险了 这 你们快过去帮助他 是 这争獰兽 竟然困了我的天女燕 陈小姐 我们助你一臂之力 不愧是具有神皇血脉的妖兽 我们接近王后的修为 竟然无法留住他 好 素颜 恭喜你 这颗等级最高的元灵石 终于被你得到了 刚才多谢二皇子相助 来日必当感谢 素颜 本皇子第一次见你就对你心生爱慕 刚才的请求 何不再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 好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有意思 殿下 这陈素颜未免太过高傲了 你可是堂堂一国皇子 他竟然就这么走了 高傲才好 不然胭脂俗粉怎么配得上本皇子 师姐给我的这枚丹药 灵力充沛 药香浓郁 一看就不是岳湖郡主那些废坛能皮的 所谓纳元境的突破 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境界修为突破纳元境 第二个就是契合园林之物 因为园林大陆修饰修炼 每跨入一个境界 都必须寻找相应种类的园林之物破境 突破纳元境的园林之物是灵石类 以后的境界 则会需要植物类 兽类的园林之物 园林石 素颜姐已经帮我去找了 我现在还是先突破修为要紧 师姐的好意不能浪费 要尽快突破到纳元境 等师姐带回来园林之物 我再契合园林之物便可 此时当真 弟子亲人所见 素颜小姐确实带回来一颗七彩园林石 可恶 七彩园林石是等级最高的园林石 没想到真被陈素颜得到了 远哥不要着急 就算陈岛突破到纳元境又如何 别忘了 我可是纳元境九层 距离领海境只有一步之遥 他不会是我的对手 丁儿 陈岛最近的表现有些不同寻常 不错 前日在藏书阁 他短时间内就学会了多种功法 就像是开了窍一样 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势 而且 琴儿一举就击败了我 远哥 这可如何是好 我那皇武学院的名额 岂不是危险了 亭儿 放心吧 那个名额定是你的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远哥 你对我真好 姐 你回来了 这个你拿着 啊 七彩元灵石 姐 听说这种等级最高的元灵石 是有强大妖兽看护的 你没受伤吧 放心吧 我没事 必用这颗元灵石抓紧突破 半个月后 你一定可以战胜那个柳亭儿 有着最高级的元灵石 我几乎可以达到完美其合 突破后 战力飙升 只是有的人 可能要坐不住了 少主 陈素颜小姐有急事找你 让你赶紧过去 带我过去 你也想到这么轻松就拿到了 真是个蠢货 盗窃元灵石可是背叛家门的重罪 你 你 陈月 按家法处置 就是废去修为逐出家门 你是自己动手 还是我来 嘿嘿 确实是我小看你了 看来你早就猜到我要来了 不不那又如何 元灵石还是被我拿到了 哦 是吗 那你看这是什么 可恶 竟然是空的 哼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现在投降指控陈星远 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 哼哼哼 饶我一命 就凭你留不住我 哼 哼 哪圆镜九层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修为增长得这么快 我手三手 不投降 我就逼了你 哈哈哈哈哈哈 这都是你逼我的 我这天雷浮的威力 相当于灵海境巅峰的全力一击 就算你是纳园境九层 也难逃一劫 攻击辅咒 这确实有些麻烦 什么回事 哪里的动静 在上路的房间里 不好 有人来了 上主 别怪我 一路走好 好凶猛的雷电 什么 目标竟然是 我手中的七彩圆灵石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批中陈岛 给我批他 拒绝了他 就不会有人知道今天的事情了 啊 灭口吗 啊 远哥 陈岳果然不是陈岛的对手 幸亏你提前准备了那枚俘虏 陈岛难道真开窍了不成 这废物的成长速度 还真是让朕吃惊 好在园灵石被击碎 陈岳也是死无对证 不然契合了那枚最强园灵石 这废物的实力 恐怕会突飞猛进 远哥 为何不直接解决了陈岛 岂不是一劳永逸 现在不是时候 毕竟陈王府的一切 还没有真正被我掌握 尤其是王侯使下的那个资格 廷二 虽然这次阻止了陈岛 契合最强元灵之物 但陈岛已经突破到纳元境 我有些担忧 他这种恐怖的修行速度 在比试的时候 会对你造成危险 远哥放心 我绝对会战胜陈岛 你是真正的做大事的男人 廷儿会用尽一切帮你 陈岛 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 七彩元灵石 怎么碎了 陈岳作为陈家子弟 大逆不道 竟然想要谋害少主 真是罪有应得 这背后是谁指使的 诸位长老已经心知肚明 大逆不道的是陈兴远 立刻通知下去 陈家召开全族大会 让陈兴远过来认罪 少主 陈岛已亡 并无直接证据证明 幕后主使是陈兴远 这是不是太冒失了 陈兴远对我出手 就是在反叛陈家 到了现在你还为陈兴远说话 是何居心 少主严重了 既然少主想要如此做 我等照做就是 只是到时候 结果未必如少主所愿 少主可要做好准备 我知道 退下吧 姐 你会不会也觉得我太冒失了 你是陈家少主 你的决定就是陈家的决定 姐支持你 不过 陈兴远绝对不会认罪 恐怕还会倒打一趴 到时候 你这个少主更难服众了 姐 放心 我有把握 可惜 这枚最强元灵石坏了 不然你的实力 肯定能得到极大的提升 稍后 我再去元灵山给你找一枚 虽然不如这一枚 但姐会尽力给你找得最好的 姐 不用 我有办法让它复原 记得我了 七彩元灵石 时间调回到一个时辰前 这 元灵石复原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陈素颜为我可以拼上性命 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对我最好的人 我也没必要对她隐瞒什么 姐 这是我的能力 目前只有你知道 姐 陈兴远狼子野心 众人皆知 想要陈家安稳 此人不可留 今日我就要对她下手 你既然决定了 那就去做 师姐全力帮你 师姐 几个长老 现在多半都偏向陈兴远 你先去稳住局势 我稍后过去 听说少主要指控我 听到这事差点没把我笑疯了 少主知道她是在玩火吗 陈兴远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你自己清楚 陈素颜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陈导致明摆着是公报私仇 依我看 她没资格当这个少主了 陈兴远 你 素颜 这次少主有些离谱了 这不是胡闹吗 没有证据 这就是污名 够了 你们不担忧少主的安危 却在这儿替陈兴远说话 你们失何居心 这陈家到底谁说了算 素颜 别生气 这件事太大了 要是没证据 这如何收成 哼 既然少主敢说 就绝对有证据 无论如何 就算强行镇压 今日也要帮陈导 把陈兴远从陈家剔除出去 证据 你倒是让她拿出来看看 这么久了 她人都还未到 恐怕是吓得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吧 东尔兴远 少主 我在这儿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见礼 没看见本少主到来 见过少主 诸位长老请坐 陈兴远 你站住 少主 有何吩咐 行刺本少主 你可知罪 少主 你这是污蔑 诬蔑我 你可知道什么后果 跪下 什么 我让你跪下 你算什么东西 敢让我跪 姐 少主让你跪 你就得跪 陈素颜 你干什么 少主让你跪 你没听见吗 诸位长老 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陈素颜 为所欲为 陈素颜 你想造反吗 陈素颜 你太过了 陈家 岂容你说动手就动手 这陈家 我只听少主的 你们这些人 竟然把少主的意思说成造反 是何居心 少主 府主和夫人失踪 这些年是陈兴远才主持陈家 对陈家有功 如此对待一个功臣 是不是有些不妥啊 太人行刺本少主 这就是陈家功臣的所作所为 陈导 说话要讲证据 我问你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谋害你了 不错 没有证据 纵然是少主也不能如此对待陈家功臣 还逼着陈行远下跪 如何能让大家信服 不 少主还是说句话 给大家一个交代 哼 陈道 这是你自找的 我看你怎么收成 少主还是太过年轻 不如此事暂时作罢 等调查清楚了 再做决定 行刺少主这等大事 少主也是心急 虽然没有证据 但少主的心情可以理解 二位长老少在这里祸悉你 今日之事不可能善了 我陈行远 还从未受到过如此侮辱 今日此事要是不给我个交代 你这个少主也就别当了 哼 交代是吗 那我就给你个交代 陈月 进来 哼 哼 哼 装模作样 陈月已亡 此时死无对证 陈道你再怎么指控我 也是徒劳 陈行远 可还认得我 陈 陈月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看过 陈月已经没气了 怎么可能还慌张 陈行远 我为你办事 行刺少主 你竟然还要将我灭口 你好狠的心 不可能 他肯定不是陈月 陈月已经没有气息了 他定是陈道找人家办的 陈月是我用天类抚灭的 他绝不可能还活着 我来验明正身 是 是陈月 没有错 什么 陈行远 还有何话要说 系统 陈月的时间 像会调整到一个时辰前 这是我第一次 对人本身 使用时间调节 班到陈行远 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 所以陈月必须活着 我 我还活着 难道是 系统警告 时间调节 不可作用人的生老病死 警告 再有下次 系统将直接原地爆炸 看来系统还是有使用限制的 少主 你 你救了我 是我救了你 费了很大的代价 接下来 接下来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我如此对待少主 少主还能救我 以后我这条命 就是少主的 少主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啊 陈月在说谎 我根本就没有指使他 是他自己对少主怀恨在心 和我无关 怎么回事 陈月为什么突然活了 陈行远 你放屁 当日你听说少主得到了七彩园灵石 你为了避免少主实力 获得巨大的提升 让我毁掉园灵石 又怕我完不成任务 故意给了我天雷福 只是我没想到 你如此心狠手辣 不但毁了少主的园灵石 还要对我灭口 逆徒 陈家养育你 你竟然如此大逆不道 陈行远 我没想到你真能如此散大抱歉 诸位长老 你们是信我这个陈家功臣 还是信陈月这个小人物 功臣 呸 陈行远 这些年你做了什么事 你自己清楚 少主 诸位长老 陈行远这些年 做了无数对不起陈家的事情 住口 陈行远这些年私自 宰了你 你 陈行远 你继续说 我陈家之所以没落如此之快 第一和陈家两位王侯失踪有关 这些大家都知道 可你们不知道的是 陈家衰败就是陈行远一手造成的 陈行远这些年中饱私囊 和一些人里应外合 变卖陈家的家产 陈家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家产 是被陈行远偷拿出去变卖 获取私利 他这些年 不断通过打压少主 让少主逐渐在陈家失去威信 而他自己 则是在陈家中饱私囊 培育党羽 目的就是把陈家彻底变为己有 此人根本不是什么陈家的功臣 他就是一个家贼 你有什么证据 这就是证据 这个账本里 记载了陈行远这些年 做过的所有坏事 什么 陈行远 这些年你竟然换事做尽 你对得起师父师娘吗 师父师娘从小收留你 没想到 你却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今日我就逼了你 为陈家除害 陈宿言 住手 陈行远 你也知道害怕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我承认我做了此事 但我本意只是毁了园林石 并没有要谋害少主 你不能杜我 陈道 毕了 不要了 好 谁会长老 救我 陈宿言 住手 今日谁敢替陈行远求情 谁就是陈家叛徒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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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大胆 你是什么人 苏妍小心 此人的修为深不可测 比我等要高不少 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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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苏妍竟然如此厉害 就看他了 被他们跑了 无妨 从此陈星月就是丧家之犬 四位长老 你们如何 封少主令 多谢阁下的救命之恩 不知道尊姓大名 这里是哪儿 阁下如果不说话 那我先离开这里了 陈公子 着什么急啊 月火郡主 很惊讶吗 是有些惊讶 不过 郡主派人救我 这份恩情 我陈星月铭记于心 有朝一日 定会相报 哼 少说那些没用的 从现在起 你为我做事 帮我夺得陈家 帮郡主夺得陈家 怎么 不愿意 我知道你有野心 一直想要彻底掌控陈家 但是现在你失败了 哼 要不是陈素颜 我何止于此 陈素颜 早晚要离开陈家 我还有机会 都已经成为丧家之犬了 说这些还有用吗 他有变化又如何 没有陈素颜 终究是个 上不得抬命的东西 哼 别自欺欺人了 陈岛在快速成长 他毕竟是王侯的后代 况且父母还是双王侯 一旦爆发 成长潜力确实惊人 之前我们都小看他了 现在他能扳倒你 以后你更没有机会了 亲 为我做事 我对陈家本身不感兴趣 我只要一件东西 月火郡主想要陈家的王侯令 不错 那王侯令有何用处 这个你无需多问 你只需知道 王侯令并不只是身份的象征 他还代表了一步登天的机会 现在 告诉本郡主你的决定 我 我想考虑一番 你确定需要考虑 这是 凝石 凝石井 哼 要不是怕暴露身份 影响郡主的计划 你真以为老夫能轻易被陈苏妍击败 臣心愿愿意为郡主 效全马之劳 很好 系统 暗器的时间 像会调整到五个时辰前 秦王府 秦王府 来救陈心远的人 果然是秦王府岳武郡主 现在陈家内部的毒瘤 已经基本被我拔除 可以安心修炼一段时间了 少主 谁 少主莫荒 是老夫陈泰 陈泰爷爷 我竟然一瞬间脱口而出脚眼前的老者爷爷 脑海中的记忆里 前身和眼前的老者 关系十分亲近 小时候的陈导 因为父母忙碌经常不在身边 那时候陈素颜 还没有来到陈府 陈太爷爷 所以我真的没有修行天赋吗 我真的没有修行天赋吗 是由陈太夫的照顾 你不是没有天赋 而是你的天赋还没有展现出来 你是王侯的子嗣 王侯是这世间最强的人 你比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更有天赋 真的吗 我不是废物 爷爷怎么会骗你啊 那我继续去修炼了 快来啊 少主被掳走了 狗狗狗人都不在 老婆 狗走了臣府小少 不怕两位王侯不束手就范 忘了少爷 这家伙 很强 那就和他玩玩 绝大爷 少爷 老家伙 看你救不救 少爷 爷爷 继续攻击臣服小少爷 老家伙受死 少爷别怕 如果我在 谁也伤不到你 少爷别怕 如果我在 谁也伤不到你 他爷爷 那次之后 陈泰受伤严重 大部分时间 都在闭关修复伤势 不过每当 元主有危险的时候 陈泰总会第一时间 出现在元主的身边 少主 你最近的表现 我都看在眼里 你能以雷霆之势 迅速掌控臣服 确实成长了很多 不愧是王侯后代 不过 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陈家现在内忧解除 但外患 才是最大的危险 外患 陈太爷爷指的是秦王府 封烟城作为王侯镇守的城池 算上我们陈府 有三大家族 外加一个秦王府 以前你父母在的时候 自然无人敢找事 但是现在 辅主和夫人失踪这么多年 各家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我该怎么办 辅主曾经和我说过 除非少主有灭顶之灾 其他事情我不可出手 接下来还要看少主你自己 少主 其实我今日见你是给你送这件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府主离开的时候交给我的 特意嘱咐我 在少主能真正掌控陈府的那一天 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打不开 这上面有府主的封印 只有少主到了一定的修为境界 才能打开他 春太爷爷 我父母 他们真的回不来了吗 圆主的记忆深处 对父母有着极深的思念 很多时候 这种突然涌起的感情 似乎让我感同身受 少主不用担心夫主和夫人 他们是王侯 是这世间最强大的人 他们不会有事的 封烟城陈家这些年全靠远哥撑着 他陈道凭什么治远哥的罪 一个有名无实的少主 真把自己当陈家的主人了 不行 我要去皇陈陈家告状 大出他的少主之位 银儿 谁 是我 远哥 你们先下去 是 记住 今日的事情不可让任何人知道 日后我带你们去皇城陈家 那里 才是陈家真正的根基 是 柳小姐放心 远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银儿 我来找你有重要事情 远哥 你放心 我哥现在在皇城陈家说得上话 此事 我必会找陈家主卖给你讨个公道 银儿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要挫败陈道的威风 不能让他在陈府树立威信 否则 就算主卖来人 也不好搬到他了 远哥 我该怎么做 还记得他答应和你的比试吗 远哥的意思是 让我当众击败他 夺了他皇武学院的名额 让他这个少主威信扫地 不错 比试必须马上进行 现在陈道失去了那颗最强园林石 还未打到灵海境 实力远远不是你的对手 而且 他就算突破到灵海境 也只能是契合一般的园林之物 仍旧不可能是你的对手 我明白了 明日 就去找陈道比试 在这个世界 强者未尊 只有成为王侯 才能无敌于天下 今日 我便修为再进一步 突破那远境 突破了 突破到灵海境好 身体的丹田内 会出现一片灵海 灵海的大小 决定了修士 可以容纳天地灵气的多寡 进而决定了修士的强弱 我的灵海只是一个小水蛙 看来我的资质 还真是我的可怜啊 不过 突破后修士 需要契合园林之物 只要契合到强大的园林之物 同样可以逆天改命 系统提示 境界提升 时间调节范围 宣加到五十年 可以前后调节五十年的时间 这样系统的用处就大多了 之前调节五年的时间 确实很多时候不够用 这个园林石 是园林山中等级最高的园林石 并不代表是时间等级最高 据说园林石的等级提升 只能靠时间积累 系统 园林石的时间 向后调节五十年 有效果 变成黑色的了 这个黑色园林石 竟然引起了天地变化 这个黑色园林石 竟然引起了天地变化 传说只有超越繁品 尽生仙品之物 才会引出天地雷鸣 晴空雷电 这是怎么回事 郡主 此等异象像是由医保出世 我也只是在皇城 有幸见过一次 难道是王侯令 传说王侯令极其神医 非凡铁打造 陈府那边怎么了 陈家是王侯世家 地运深厚 这里虽然不是主脉 但是陈家喜家的地方 要不然陈家少主 也不会生长在这里 如今有重宝县市 最有可能的便是 陈家王侯令 父亲 现在各家都在盯着 陈家的王侯令 您玩到底有什么用 那是无价之宝 只有王侯才被拥有 据说王侯令 可以超脱自武 是修饰梦寐以求的东西 而且王侯令 还可以获得一项无上资格 获得那项资格 能让一个普通人 直接站在亿万修饰之上 超脱和资格 以前年来 这世间的王侯世家 几乎从未变过 所以王侯令 也从未被外人得到过 现在最年轻的王侯世家 陈家没落 大家看到了希望 父亲 我们现在怎么办 去陈家看看 想必现在很多人 都在赶往陈家吧 这么说现在这颗黑色园林石 经过五十年的时间 再次晋级了 原本顶级的园林石 经过再次升级 让它超脱本身 变得不凡 既然如此 我便气贺它 彻底完成灵海精的构固 园林之物契合成功了 这是 契合了黑色园林石 我体内灵海 从一个小水花 竟然变成了一片汪洋 陈导 出来 陈导 你给我出来 如果我没记错 这是柳婷儿的声音 陈导 你我约定过比试 今日我柳婷儿 正式挑战你 柳婷儿 休要胡闹 二长老 这是我和陈导的事情 你少管闲事 别以为你哥在皇城陈家 为你撑腰 你就如此嚣张 对少主大不敬 是以下犯上 哼 那也要等他的少主之位坐稳再说 陈导 身为陈家少主 你难道想当多头乌龟 有本事 现在就和我一站 之前你们鄙视之事 少主说过时间有他定 柳婷儿 赶紧离开这里 莫要胡搅满城 他不出来 我就把他骂出来 陈导 你躲不掉 是个男人就给我出来 来人 把他轰出去 不必了 哼 你终于敢出来了 柳婷儿 我答应你的挑战 少主 二长老 不必多说 我有分寸 郡主 这么匆忙 可是有急事 郡主 我已经让柳婷儿 今日挑战陈导 只要当着陈家中人的面 让陈导一败涂地 这个少主也就彻底成了摆设 到时候我再回陈家 定能帮助郡主找到王后令 哼 做得不错 只要事情办成了 本郡主助你成为陈家真正的少主 谢郡主 郡主这是去哪儿 去陈府 陈府今日显露异响 多半和那枚王后令有关 现在柳婷儿多半已经击败了陈导 约我郡主也正好可以看一下陈导的狼狈样子 郡主 这么巧 我来看看陈少主 顺便催催账 他可是欠了我不少银子 我也是过来和陈少主 谈谈心 毕竟很长时间没见陈家这个大废财了 好 今日到处来得巧 没想到还有热闹看 可探测到什么 一向消失 没有探查到王后令的任何信息 陈导 你只要答应我让远哥回归 我可以既往不救 哼 陈心园想谋害我 那是陈月做的 和远哥无关 远哥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陈家着相 哼 事实如此 你替他狡辩也无用 天下王后世家 哪个不是蒸蒸日上 只有陈家日落西山 远哥不过是想要拯救陈家而已 除掉我 就能拯救陈家 至少能让陈家少受些嘲笑 毕竟 你这个非无少主的名声 可是臭名远扬 连累着陈府也是名声不佳 柳婷儿 还记得当初 你为什么从皇城陈家 来到祖地陈家吗 自然记得 我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陪伴你这个所谓的少主 但是 谁让你不争气 我是真的一点和你待在一起的兴趣都没有 所以你 选择了陈心园 至少远哥少年英姿 除了那个不讲道理野蛮的陈素颜 这陈家 就他辞职最好 如果陈家完全交给远哥 绝对比在你手上合适 陈导 你我有约在先 这场比试 你逃不掉 好 好